汪欣怡2013年和主持人张飞的儿子张绍淮结婚 夫妻俩育有一对宝贝儿女 她平时常常会在社群平台 和网友分享日常生活大小事 亲切和大家交流互动 不过最近她却突然在IG现实动态 PO出一个算命的留言内容 对方留言表示 常常在贴母看到她 觉得她真的还蛮不起眼的 对此翁欣一罕见堕怒 她发文写道 我好久没看到这么讨厌的话了 我再怎么不起眼 应该毕竟躲在键盘后还要亮眼 后来她又晒出一张正在泡澡的性感照片 交变中她将头发挽起来 露出精致小巧巴掌脸 眯起眼睛露出浅浅微笑 她同时附上文字 不起眼的我正在泡澡 以幽默自嘲的方式 正面回呛算命的攻击 练口 最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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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 放松 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